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进行 本届进博会医疗展区一站式聚集了全球十大医疗器械企业 以及11家世界500强制药企业的积极参与 这些行业巨头不仅带来了各自领域的明星产品 还展示了多项全球首发亚洲首展中国首秀的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在本届进博会中 综合安科瑞亚洲首发癌症放疗技术的前沿成果 综合安科瑞CEO易仲伟介绍 VeloUltra治疗计划自动化引擎通过智能算法的引入 极大的提升了放疗计划制定和治疗的效率 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要把最新的科技 尤其是人工智能AI这样的新技术融入到其中 今年跨国生物制药巨头塞诺菲再协王牌产品 达比托慢组肺病适应症首秀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明介绍 生物制剂达比托等创新疗法的出现和应用恰逢其时 希望从这样一个源头上 而且更加精准的能够把这一部分具有二性炎症特质的慢组肺病的患者 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 急性加重的风险它能够减少 记者在探馆中发现 本届医疗展区细分领域头部企业也带来了不少黑科技 本期进博会上 爱德华最新获批的Maitris Resilier二肩瓣瓣磨成为最大亮点 这是全球首个且目前唯一获批的 采用全封闭抗概化技术的外科二肩瓣生物瓣磨 爱德华中国外科结构性心脏磨磨疗法业务高级总监胡斌介绍 在进博加速度的助理下 爱德华多款全球创新产品落地中国 加快了医疗创新成果 汇集中国患者的进程 中国市场有大量的病患这样的费劲之需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 同时也让大众更了解半膜疾病 也能够自己主动参与到半膜疾病的治疗和管理中 进博会的回头客穆利康 本届带来了从近视防控到日常护理的全系产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李莉表示 Rose K系列镜片能为不规则角膜患者带来更安全更高质量的视力矫正 随着生物医药行业的蓬勃发展 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新药好药不仅用得上 仍需用得起用得好 11月7号美信健康在进博会上推出平台及解决方案 在一马支付平台重磅上限多元支付专区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不仅是一个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平台 更是一个推动产品创新升级 加速产品变商品的加速器 也为中国医疗行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